大家好,歡迎來到白財小貨課堂 今天跟大家介紹主力監控功能的使用技巧 首先我們一起找到主力監控功能這個位置在哪裏 打開我們的股票,然後這裡面有個主力監控 簡單介紹一下主力監控是什麼意思呢 它是可以幫助監控到我們整個市場裏面 哪隻股在哪個時間出現了買單或者買單 而這個買單買單是比較大的,手數比較大的 比如按照例子,以這個中國有賺08083為例子 好,可以在我們的分時查看裡面看到 或者對應的可以在我們的主力監控裡面看到 其實在15點57分臨近收市的時候 中國有賺出現了468K的一個賣單出現 這裏是時間,這裏是股票的名字 這個位置A指買,B指賣 這個價位 468是指這裏面的一個 468,000首的一個拋單 時間是15點57分 我們都可以在這個位置找到 比如說在我們的15點57分裏面有 468,000首的賣單 出現價位在0.0114 這裏是0.011 同樣的,如果在我們的15點56分 中國有賺出現了19萬 股票的一個買單 不是 這個位置是15點56分 中國有賺 在0.12的位置出現了 53萬2千首的一個買單 對應的我們可以找到 15點56分 在這個位置有53萬2千首的買單 主力監控功能就是幫助到我們去監控市場裏面 哪個位置 哪隻股票出現了大的買單和賣單 可以幫我們 即時自動監控 我們就不用一隻股 這個位置跳動很快 它就會自動 幫我們在這個位置 進行一個監控 如果我們不想監控 我們手頭裏面的一些 無關的股票 我們可以直接選一個自選 它就會直接幫我們監控手頭裏面的自選股 要是指什麼意思 要是指收盤競價 如果正常我們的一個正常交易 它是會在這個位置出現明顯的 ABAB的一個 交易買單 A是代表買 B是代表買 這個位置15點59分 比如說 比亞迪股份 是出現了 二價值232元 1500手的 炮單出現 如果看到 這個位置 比亞迪在這個位置 出現了這麼大的炮單 我們是不是要及時 減倉 或者離場 OK OK 我們的時間來到這裡 這個就是主要監控功能的一個 大致上的一個 說明和應用 裡面可以幫助到我什麼呢 首先我們可以通過自選 這個位置 實時看到 我們手頭裏面的自選股 哪個位置 它有沒有出現 明顯的大拋單 或者大買單 如果我們看到 比如說 這個位置出現了很大的 大拋單 或者大買單 我們需要及時 關注它 OK 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